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第二位参赛小选手 希希 欢迎第三位参赛小选手 龙龙 下面就请三位小朋友就位吧 好的 三位选手已经就位了 在比赛开始之前 先说明规则 首先我们要学习一首古诗 学完之后我就会向你们提三个问题 让你们抢答 在每道题抢答之前都会有三秒钟的考虑时间 然后你们谁想回答问题就赶快按下面前的抢答器 速度最快的那个人才能获得回答问题的机会哦 答对一题得一分 答错不得分 不过要受到一个小小的惩罚 游戏结束时谁得到分数最多 谁就获胜并得到我们准备的奖品 大家都清楚了吗 清楚了 好 笑 马上开始吧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首诗是唐代著名诗人刘雨昕的作品 《乌依相》 《乌依相》 《唐》 《刘雨昕》 《朱雀桥边》 《以草花》 《乌依相》 《乌依相口西洋喜》 《旧时王写唐前宴》 《飞入寻常百姓家》 《乌依相》是唐代诗人刘雨昕的代表作之一 唐静宗 《宝第2年》 《刘雨昕》由河州刺史任上返回洛阳 《土星精灵》写了这一组勇怀古迹的诗篇 《总名精灵舞题》 其中 《第二首》 《即乌依相》 在讲解这首诗的大意之前 我们首先要了解 这首诗中的几个典故 《乌依相》 《精灵城内的阶名》 备于秦淮河的南边 与朱雀桥很近 三国时期 吴国曾经把禁军筑地设在这里 由于当时禁军身着黑色军服 所以此地俗语称《乌依相》 在东晋时 以王岛、谢安两大家族 都居住在乌依相 人称其子弟为乌依郎 朱雀桥 六朝时 金明正南朱雀门外 横跨秦淮河的大桥 王谢及王岛、谢安两大家族 《乌依相》 曾经是多么华贵 多少贵族大家 都住在这里 朱雀桥当年又是多么繁华 车水马龙 川流不息 热闹非凡 可是现在呢 朱雀桥边长满了 丛丛野草 点点野花 《乌依相》 也是断地残还 正是夕阳夕邪 过去 燕子们都是在高屋大宅前中潮 现在 却只能往返于平民百姓家里 作者选取燕子寄居的主人家 已经不是旧式的主人 这一现象使人们认识到富贵荣华难以长存 那些曾经轩鹤一时的达官贵族 如过眼烟云成为御史的沉寂 诗中没有一句议论 而是通过野草 西洋的描写 以燕子作为圣衰新亡的见证 巧妙地把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 供到人们去思考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 含着深刻的寓意 这首诗的前两句只有朱雀桥边和乌音巷里两个地点 外加野草花和西洋席两种景象 只要分开细细体位不难明白 这里也不多讲 后两句 《旧诗王写唐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是千古传颂的名句 这两句好在哪里呢? 诗人没有采用最简单的手法 写乌音巷以前的繁华与今天的落寞 也没有感慨时光事物的变迁 而是把目光转向乌音巷里筑巢的燕子 旧诗两个字赋予燕子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 寻常两个字又特别强调了今日的居民是多么不同于往昔 即使是寻命极长的燕子也不可能是四百年前王写唐前的老燕 但是作者抓住了燕子作为后鸟有七夕旧巢的特点 这就足以唤起人们的想象 暗示出无一想昔日的繁荣起到了突出七夕对比的作用 接下来说一说这首诗的读法 野草花读的时候语速相对慢一些 要凸显出些许衰败之相 无一巷口可以读得快一些 朗诵到夕阳的时候 语速放慢 表现出人们在看到夕阳西下时滴落无奈的情绪 燕子一定要中读 高音自尾也要延长 最后一句应该读出历史的沧桑感 下面我们再来读一读这首诗吧 不一巷 降雨露 珠雀桥边 仪草花 不一巷口 西阳写 久石王写 凋前宴 追入寻常 百姓家 小朋友们 现在到了问答环节 准备好了吗 下面请听第一题 这首诗写的是哪里 西区第一个按下抢答器 这个问题你来回答吧 是精灵 不错 那你知道精灵是现在的哪里吗 是南京吗 答得很好 西区同学再自信一点哟 南京是一座别称很多的城市 比如精灵 健康 石头城 六朝古都等 下面请听第二题 旧石王谢唐前燕的下一句是什么 还是西区第一个按下抢答器 这个问题你来回答吧 分入寻常百姓家 回答正确 加一分 西区同学表现很不错 下面请听第三题 第三句的王谢是什么意思 应用来回答吧 王谢是指东京时王导和西安两大家族 回答正确 莹莹也获得了一分 这次测试西区获得了两分 莹莹莹获得了一分 恭喜西区同学获得了今天的冠军 其他的小朋友不要气馁啊 好好学习 争取下次有更好的表现 我爱徐诗词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小朋友们 我们下次不见不散了 我上 我上